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潔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即將達到6月份 到7月份暑假 暑假有什麼事最開心呢? 暑假就是消費 暑假就是一年一度的消費旺季 因為學生方面放假 出外旅遊 以至救命方面都會比較容易 政府把這時間在7月16日發放第二期消費券 香港永久居民及新來港者獲得2000元 而透過不同入境計劃 來香港居住或升學者都獲得1000元 政府昨天公佈了一些詳情 包括鑽會安排 新合資格人士或需要換領 領取消費券工具的人是怎樣的情況 今次消費券方面沿用去年6個支付平台 亦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詳細談談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庫務的莊國文先生 和我們談談 早安 莊先生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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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看第二期消費券 將會在7月16日發放 今次估計對經濟提振作用是怎樣 涉及金額日是怎樣 今次第二期消費券 將會在7月16日發放 預計大概會發130億金額到消費市場 連同上個月4月16日發的第一期消費券 我們預計對經濟提振作用大概會有0.6% 但是今次可以轉會 所謂收錢的平台 上次沿用去年的登記 今年要轉會 改用平台 我用開A平台 我想今年轉用B平台 的朋友要怎樣留意 流程是怎樣呢 如果想轉會的市民 他需要做一個辦理更改登記資料的手續 這個手續相當簡單的 其實在接下來 6月5日至27日期間 他可以去我們消費券計劃網站 裏面有一個登記平台 自己去做這個登記手續 即更改處職支付工具的手續 又或者他可以去我們9個臨時服務中心 去找我們的職員幫忙去做這個手續 大部分政府其實都想推動電子支付 但是香港人用開八達通 都用得很成功 很習慣 大部分比例都是選擇用八達通去領取消費券 今次再擴大其他平台的選擇 背後的意義在哪裏 想怎樣推動一些什麼改變 其實我們今次 過去兩年 今次第三年 推消費券計劃 其中一個目的都是想推動香港的電子支付市場的發展 其實我們看回一些數據 由我們2021年第一次推消費券開始 其實我們看到市民用電子支付的比率都高 去到現在 大概整體 那麼多間有參與計劃的電子支付工具平台 他們新增了的用戶 大概都有1200萬個 平均 如果我們有600萬登記人 每個市民平均都有多了兩個 開了兩個賬戶 如果在商戶來說 其實大概都有20萬個商戶 由於消費券的原因是接受這些電子支付的交易 我們看到在這方面 其實消費券對於推動本地電子支付都有一定的作用 所以問一問 這次可能都有些新登記的人士 當中有什麼地方需要特別留意的呢 新登記人士當然要做個登記 登記的時間和手續是跟剛才所說一樣的 都是在6月5號至17號 透過我們那個電子的登記平台 或者是上我們的臨時服務中心都可以的 他們去到我們的平台 首先要做一個身份認證 然後要提供一些資料的 基本資料 包括名字 他的身份證號碼 一個收到短訊的電話號碼 這是重要的 因為我們都會透過短訊 跟這些市民聯絡 另外當然就是電子支付工具的號碼 這個要小心不要添錯 要不然就收不到消費券 另外在5月29號或之前 18歲的香港永久居民 或者年滿18歲 並且符合其他資格的人士 都可以成為新合資格的登記人 估計那裏有多少人會受惠呢 有沒有統計過 我們估計 其實這次第二期消費券 大約會有650萬的市民可以受惠 其中我們估計大概有10萬人 是一些新登記的人士 那合資格的人士都需要符合 沒有永久離開 或者意圖永久離開香港這個準則 當中又是否有些例子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呢 這方面是否都靠市民之旅呢 當中如果有些懷疑的個案 當局怎樣跟進呢 我們去判斷一個登記人 是否符合我們那個 叫做沒有永久離開 或者意圖永久離開香港這個準則 其實我們會看幾個主要因素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登記人 他在過去36個月 有沒有一直都不在香港 很久都沒有在香港出現過了 第二就是說他有沒有曾經 用一個叫做永久離開香港的理由呢 就提交一個有效申請 在65歲之前提早拿走他的強積金 或者職業退休計劃的利益 第三就是如果那個登記人 是一個永久性居民的話 他持有的身份證 是不是在本地簽法 還是海外簽法的永久性居民身份呢 最後都要看看這個人 我們有沒有一些資料 他其實在可見未來 都不會再回來香港了 那我們就看完這裡 剛才所說的幾個因素 綜合判斷這個登記人 是否符合我們所說的 無永久離開 或者意圖永久離開香港這個要求 過去有沒有一些例子 或者有多少個數據 是被通知不符合領取消費券的資格 其實登記人很多 當然有個別的人士 就由於不同原因 是不獲法消費券的 因為剛才所說的那個 無永久離開香港 或者意圖永久離開香港 這個是其中一個的資格來的 其他人是否有98歲 他有沒有有效的身份證等等 所以整體來說 就不同的原因都有 就是不獲法消費券 所以都要看看 他是否符合我們整體的資格 才知道判斷到 他是否可以收到消費券 那斯文有沒有過上訴的機制呢 那斯文有沒有過上訴的機制呢 如果也是有的 如果就是 斯文被我們 我們通知了他 我們發覺你不符合資格 不會獲法消費券 他們是收到我們 我們有一個短訊通知的 那他在收到短訊通知之後 十四天內 都可以透過我們一個叫福檢的機制 就提出一個福檢的要求 就給一些理據我們 就覺得他為何 覺得自己是符合的資格 看完之後 會再去看看那個結果 需不需要呢 就是說 要更改我們之前的決定了 嗯 但是其實 政府推消費券 也想帶動那個承訴效應 給多兩千元 你就花多六千元 最好 但是似乎是不是斯文 如果這個金額 現在都不是高的時候 可能都未必買到什麼的消費品 可能做日常生活 乘坐車吃早餐 可能都抵消了 會不會變成一個替代效應 其實都可能 只是替代了日常的開支 而最終達至那個 所謂能夠帶動的承訴效應 都未必是那麼目標那麼理想呢 消費券的使用的用途很廣泛 斯文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 他喜歡買一些貴的東西 都可以用來做日常開支 也可以的 那這個就是市民的選擇 那當然我們就希望 可以透過承訴效應 就是帶動那個本地消費 再去刺激經濟 其實之前我們都看過有些數據 其實不同的大學都做過一些調查 有關於過去消費券的一個刺激消費效果 其實都相當正面的 在前年第一次發消費券的時候 有一個研究指出 就是香港的那個消費券計劃 他們的那個叫做承訴效應 就是說如果每個政府 是放一元出來 給市民做消費券 市民會額外 花大約八毛錢至到一元 而去年也都有一個類似的一個調查 做出來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數據 那這些其實數據 比起其他地區 就是過往做的消費券計劃 其實都是相當不錯的 過往其實消費券推出之後 都可能有一些小量套現的個案出現 其實這方面你們有沒有一些數據 接下來怎樣去監察呢 其實消費券那個勇度非常廣泛 所有的本地零售 啊 其實這方面你們有沒有一些數據 飲食服務全部都用得的 包括網上平台都用得的 那所以真的沒有一個需要 特意要去套現的 那但是當然我們都會發現到 有小量的這些個案 其實我們的支付工具營運商呢 都在幫我們監察著那個消費券 那個使用的情況 如果他們發現有一些不尋常的交易的 那他們都會去詢問回那個商戶 為什麼會有一些這樣的交易出現呢 叫他們提供一些單據等等呢 去解釋這些是一些什麼交易來的 那如果發現都是解釋不到的 或者真的覺得這個是一個套現的個案的 那那些刑辦商呢 都會採取一些行動的 包括暫停或者 甚至是終止和提供支付服務給他們 就是說他們以後都不可以再用那個支付工具去收消費券 那另外我們也有把一些懷疑 就是套現個案呢 轉交執法機關去做一些更進功夫 那其實警方在過去一段時間都 抓了大約五位的人 涉嫌 就是有這個違規套現的行為 那首輪消費券呢 派發呢 涉及成本 那估計呢 第二輪的情況會是怎樣呢 我猜你是說那個行政 是行政開支 沒錯 那其實今年來講呢 我們就著2035年消費券計劃 包括第一期和第二期呢 我們暫時預算呢 是會大概用4億的行政開支 那這個行政開支呢 是跟去年的金額是差不多的 去年我們都是大約在4億左右 那今年我們都是用這個4億來做一個預算 那當然我們希望就是說 盡量壓縮 就可以減少這個行政開支 那金管局都說到 要搞這個數碼港元 EHKD 那內地搞ECNY 已經搞得如火如荼 深圳有很多試驗計劃 可以用來用餐 自己用來發放一些員工津貼 那今次消費券 趕不到這個數碼港元的頭班車 會不會日後在那些財金的計劃當中 都引入數碼港元的抗議去推動 去貨幣化 去紙幣 沒錯 當然就是說 這個數碼港元的推出 那政府如果 譬如將來 今次剛才Tuchin也有說 我們這次消費券的話 未必說得及了 但是在接下來 如果有其他的計劃是適合的話 當然我們都會考慮的 希望都可以配合到這個數碼港元的發展 嗯 好 今早我們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 載理秘書長 父母的莊國民先生 見到你先 謝謝莊先生 為了 精雅 太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